回到最初的起點,這次我們一起邁向未來 Let's go!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凱,歡迎回到什麼時光機 大家以後恐怕不能常常聽到這句話了 因為今天我們即將告別時光機 沒錯,今天將會是最後一集的內容 想想時間過得真的很快,我們第一集是在2019年的3月誕生的 一路跌跌撞撞來到了現在2020年 我們一起經過26步的過程 所以我想在最後的回顧是留給大家的 沒錯,今天不是回顧什麼種族,不是回顧什麼輪迴 不是回顧什麼車卡,而是回顧召喚師的歷程 我們將會帶大家回到什麼最初的世界 也一路回顧這7年以來蛇魔之塔的變化 那麼就跟著我的腳步一起幫時光機畫下完美的句點 首先我們要先從那個召喚師的起點開始說起 時間回到7年前,在2013年的1月25號 一款名為蛇魔之塔的手機遊戲正式誕生於這個世界上 在這邊正是你我命運交織的奇事點 在初期的蛇魔非常簡單,就連畫風也不像是現在這麼華麗 在召喚獸的封印一步一步的登上高塔 然而在早期的蛇魔中僅有290隻的召喚獸 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玉三家 茉莉、鄧肯、孝恩 他代表著你冒險的起點 也是大家第一個會接觸到的夥伴 在進入遊戲中便會很快的遇到第二位夥伴 沒錯,就是貓頭鷹加諾奧斯 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每當你通過一個蜂王 或者你達到遊戲的成就之後 他都會在你的身邊 可以說是我們在奢魔中的人生導師 然而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是首抽 首抽我想是老玩家最常討論的話題之一 因為在早期的世界,抽卡的環境並沒有這麼好 大量的銀卡以及金卡更別說讓人家最畏懼的巨像系列 他可是從銀卡、金卡到白金卡都有他的身影 堪稱是早期最強的卡片守門員 不過在守門員的背後則是令人垂涎三次的夢幻系列 而這些夢幻系列分別為北歐、希臘、西游、埃及 其中讓大家最想抽到的便是西游中的最大獎 達吉 達吉在早期根本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出現的機率極低 甚至有人玩了一兩年以上都還是沒有抽到他過 並且他作為當時神魔最強的單邊對戰 仍然是有不可撼動的地位 不過在同期其實還有另外一組也是超高人氣的隊伍選項 沒錯就是黑狗獸隊 雙隊長雖然只有6.25倍的倍率 但在當時可是超一線的水準 並且魔羊黑狗的大量轉出暗珠 更是當時最暴力的指標搭配 但如果你厭倦了暴力 或許你可以參考魔隊一登大勝 在當時並沒有太多G8盾的情況下 你靠魔隊也能通關90%以上的關卡 於是大家雖然用著不一樣的隊伍 但大家目標都是一樣 征服一諾塔 然而時間輾轉來到神魔2.5改版 原本的五大初始種族天真了心血 沒錯魔族登場了 雖然說早期的故事中都有提到魔族 但魔族要遲遲等到這個改版才首度的登場 首度登場的魔族系列為貓公爵傭兵團 傭兵團除了成為魔族史上第一個登場的系列之外 他也成為了史上第一個 十抽可以抽到雙周副本的系列 這些的出印象都讓大家對於魔族產生更大的興趣 時間又過了半年來到神魔3.0改版 原本右上角是一片荒蕪 這時候突然出現了一條龍 沒錯全新的版本 黃道十二宮登場 在右上角的那條龍便是全新的模式 劇情模式 也就是大家俗稱的故事模式 在這邊你可以體驗到十二宮更多的愛恨情仇 不過除了新增的這個模式之外 十二宮也代表著神族又更邁進一步了 全新的強權出現 也讓大家看到神族全新的強度 除了十二宮的華麗登場之外 在同期還有不死系列 全新的魔族系列帶來了全新的技能 戰場 讓魔族原本就高攻擊力 在這時候更加的暴力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魔族的進化素材 午夜之抽獎 也在這個版本中悄悄登場了 然而這個素材最讓人家印象深刻的 便是他一千萬的防禦力 沒錯在早期根本沒有辦法打到這麼高的爆發 那也只能靠大盛的無視防禦力來解決 不過就官方後來釋出的消息指出 這僅僅只是當時候工程師 手殘物質了一個零 所以才導致有這麼高的防禦力 但就正因為是這個手殘 也讓當時候的玩家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而隨著十二宮的出現 神魔之一年的驚喜尚未結束 緊接著宣布與陳妍希展開合作 顏希就成為了神魔史上第一位的代言人 推出了專屬於他的卡片 星勇之歌姬 首度登場的是聖言歌姬 不過在隔年也順勢推出黑暗版本的顏希 夜言歌姬希 黑暗版的顏希也成為了神魔史上第一張 亂入系統的卡片 在技能方面歌姬系列也是當時唯一一張 能夠改變天將的卡片 以一張平民卡來講算是非常神的一個等級 吉言希之後來到了3.1改版推出了 主角們的潛能解放 沒錯 那些最初陪你長大的夥伴們 如今有了突破性的成長 也成為了史上第一個獲得潛能解放的系列 然而潛解之後的技能更是讓大家驚豔 直接讓你多三橫行的轉租空間 在想法跟強度上面都獲得了強大的突破 除了主角大放異彩之外 龍竹也在這個版本中崛起 全新的龍史系列推出了 暗龍史施展龍力招來 龍力招來就是將整隊龍竹的攻擊力 集中在置身身上 再透過水龍史龍魂共鳴 將這集來的界王傷害再分給大家 於是龍竹一個毀滅性傷害的搭配出現了 並且水龍史的出現 也讓龍竹的隊長有了更多不一樣的玩法 他的隊長技能嗜血龍王 更是可以透過對敵方造成的傷害 轉換成凳子的生命力 有點像是吸血的感覺 於是龍史的出現成功讓大家想起 喔原來什麼還有龍竹這個種族 時間來到10月3.2版本 宣布與黃色小鴨B-Dark展開合作 我想這是史上最可愛的合作之一了 推出了全新的雙周副本系列 遠洋的訪客 以及10抽系列遠洋的英雄 這些可愛的小鴨出現 也讓獸隊掀起了一波非常重要的變革 而妖精也在此刻 佔露頭角全新的地獄集 操縱法則的魔王 釋風王迪亞布羅登場 為妖精注入一股非常強大的力量 與妖女的全新搭配 透過回復異補 來對敵方造成傷害 也將妖精回復力高的特色 大大的體現了出來 並且滿血根性不失 也間接的解決了妖精平血的問題 於是在這個版本 神魔之塔讓大家看到更多種族的可能性 龍族跟妖精都在這一年陸續崛起 而到年底一個沉睡地久的種族即將甦醒 沒錯 魔族即將迎來血腥的變革 時間來到神魔4.0改版天界的法則 在12月12號正式登場 然而其中推出了全新的魔族系列 鮮紅恩典 狂魔以恐怖都市為主軸的鮮紅恩典系列 帶來了全新至高的倍率 透過符石的累積 最高可以來到雙隊長9倍的恐怖倍率 這甚至是超越當期同期的一線隊伍 不過更變態的來自於他的主動技能 狂魔之力 透過該回合解決的敵人數量 決定你延續增傷倍率的回合 於是主動技能與隊長技能交織底下 讓大家重新想起魔族恐怖的毀滅傷害 而4.0版本除了是魔族的崛起之外 更亮眼的莫過於全新的主線 七瘋王姬氏登場 姬氏的登場也讓大家見識到 伊諾塔的頂端原來是長這個樣子 不過在初代的老玩家心中 始終都有這麼一段回憶 是初代的公會任務 陳詩的賢者聖誕老人登場 沒錯初代的公會任務 就是選在聖誕節這個神聖的日子中舉辦 並且當時老人作為隊長 經典的三屋搭配 我想老玩家們都歷歷在目 就是這樣子 神魔元年就在聖誕節的公會任務中 和平的落幕了 時間來到神魔之塔的第二週年 在2010年的開端便有了重大的突破 神魔之塔宣布參與台北國際電玩戰 這是神魔史上第一次宣布參加電玩戰 同時也帶來了全新卡片的消息 神魔4.5版本 魅力女神潛能解放 這是史上第二個潛能解放的系列 在此同時代言人陳妍希也宣布 妍希即將強勢回歸 於是第二週年的序幕 就這樣子順利展開了 緊接著來到2月4.6版本登場 北歐神獲得潛能解放之力 這是繼瘋王以外 第二個系列能夠達到七星的高度 我想這也是官方在在的證明了 他們尊爵不凡的存在 繼北歐解放之後 其他種族也不慌多浪 五瘋王獨龍尼格獲得重返戰場 登場了全新的地獄級世界的肯食者 獨龍對於龍隊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他是最高血量的單張卡片之外 他當隊長也讓召喚師看到了 前所未有的血量高度 於是獨龍成功再次的幫龍竹打向名號 在此之後新的潛能解放 以及新的角色陸續登場 來到神魔5.0該半仙界的律令 其中就登場了燃燈為主的大獎二霄 以及中古獸的潛能解放 都讓玩家獲得全新的力量 緊接著來到神魔史上第二個4月1號魚人節 不過在今年的魚人節有點不一樣 官方學會如何取悅玩家 全新的超獸魔神影片釋出 除了帶來了全新的合體特效之外 以及還有多技能的運用 不過在當時大家只把它當作一個玩笑影片看待 殊不知這是一個買得極深的梗 緊接著來到神魔6.0 這是對神魔之差來講意義重大的一個改版 因為他宣布於迪士尼展開大型合作 沒有錯任誰都想不到的合作對象 也推出了史上第一個最佛心的獨立卡夾 意味著在這個卡夾裡面放的只有迪士尼系列的角色 要知道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是大卡池年代 那如果說你要抽卡的話 他會將所有系列放進同一個卡池讓你去撈 所以獨立卡夾對於一般玩家來講 已經算是非常突破性的進展了 然而獨立卡夾真的是好事嗎? 如果你有經歷過那段年代就會知道 這個卡池裡面大部分都充斥著肥婆 所謂肥婆呢 就是蛇魔之塔對於一張重複出現 然而沒有什麼用的卡片的稱呼 作為初代的肥婆卡就是 烏蘇拉以及紅心女王 我想這些都讓大家對於迪士尼的合作 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我想大家更有印象的 莫過於全新的隊伍 魔鏡皇后 全新的雨時競速 你消耗越手的時間就會獲得越大的倍率 作為當時一線強度的暴力隊伍 更天真的一份高手才能駕馭的優越感 除此之外迪士尼也帶來了 非原創角色的故事模式 讓大家可以探索更多迪士尼的相關劇情 然而就在與迪士尼合作的期間 蛇魔悄悄的開發全新的系統多人遊玩 沒錯這個全新的系統正式強調 與你可以跟你朋友一起遊玩蛇魔之塔 在7.1版本中正式推出 不過我們把時間調回到7.0版本 在這個時期 最重要的事情 莫過於西幼神的潛能解放 全新打擊前傑帶來了崩壞的單邊隊長倍率 透過消除越高的combo數 可以獲得越高的攻擊能力 打擊的威力有多麼猛呢? 從當時大家稱呼蛇魔之塔為打擊之塔 就可以知道了 在當時你只要帶上打擊 沒有通關不良的關卡 在當時更甚至有超人氣的主法 洛達隊 洛基搭配上打擊的組合 可以說是一代的傳奇 在其後版本中 蛇魔宣布與全新代言人B-BAN展開合作 這也是繼閻熙之後 第二個登場的代言人 時間來到10月 蛇魔7.2版本 如新的覺醒 其中登場了非常多全新的系統 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合體系統 沒錯!先前愚人節的笑話 超瘦魔神終於施裝到了蛇魔之塔的世界中 然而更值得一提的便是 魔主史上第一位地獄級的BOSS 艾德界王拳登場 自身45倍的超崩壞界王拳 也讓大家見識到傷害的極致表現 緊接著是讓大家都興奮的 命運女神Maze Skin登場 沒錯!史上第一個的換裝系統 在這個時期也順勢推出了 這個時期有著非常多全新的體驗 但我想其中最新鮮的體驗 就要提到全新的PVP系統 召喚師聯賽登場 這是一個透過跟玩家之間的對打 來決定你的Rank排行 也讓蛇魔之塔終於不再是單機遊戲 然而就在萬聖節的當日 神魔之塔宣布一瘋王薩魯曼 即將在11月潛能解放 這一次更特別的是 會同時開放全新的關卡難度 夢魘集 召喚師可以透過通關夢魘集 來讓你的瘋王潛能解放 一口氣從7星躍升到8星的創世級強度 那麼緊接著就要提到 神魔7.5改版奔騰的魔性中 狂魔也獲得了潛能解放之力 不過更值得一提的是 其後 第二瘋王日月狼也跟上了薩魯曼的腳步 獲得潛能解放以及夢魘集關卡 就在一瘋王二瘋王相繼前解的情況下 神魔度過了精彩的第二周年 神魔迎來第三個年頭 便在新年頭下一顆震撼蛋 三瘋王奧丁潛能解放 也順勢推出了專屬於他的夢魘集關卡 騎士的長槍 除了之外更讓人家興奮的是 來自於神魔8.0改版 宣布與宣言劍展開合作 而此次合作正如同先前與迪士尼合作的規格一樣 擁有獨立的專屬抽卡集以及獨立的故事模式 在本次合作中也推出了一個全新概念的隊伍 雜色三屬隊 顛覆了以往純色隊及天下的概念 全新的三屬隊在設計上面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比如說沒有互相兼具的隊伍技能導致 在面對屬性組卡住的時候 常常會是沒有辦法輸出的 於是三屬雜色隊雖然傷害上面有所進步 但平坎仍然是屬於比較不穩定的部分 但即使是如此 藉由雜色隊的出現也讓大家看到更多 隊伍組法的可能性 而這個版本無疑也是人類崛起的版本 開發出許多不一樣的人族隊伍 其中拓拔羽兒隊、黃斧隊、宇文拓 都是在這個版本中推出的全新人類隊伍 尤其是宇文拓 他可是光人隊的先驅 同期的3月1號神魔官方也釋出了一段 關於閻熙的廣告內容 在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水火閻熙 一同聯手對抗七瘋王機勢 但殊不知這樣的影片其實是埋了一個梗 然而就在兩週後全新的新聞稿發布 七瘋王機勢地獄集即將來襲 就正如先前的宣傳影片一樣 七瘋王機勢這次與陳炎熙共同出擊 創造了全新的神魔七瘋隊 然而在這一隊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七瘋王可以隨著炎熙的屬性變換型態 總共有3種不一樣屬性型態的機勢 不過驚喜尚未結束 在機勢登場之後緊接著來到神魔9.0改版 全新的主線第八封印來襲 虛空神界的名陣 這次不同於以往的爬塔大怪 而是透過蒐集散落在世界的神器 來打開最終的真理之門 此外十二宮也在此時潛能解放 搭配全新的系列巴比倫神 更是將神族帶到另外一波變態的境界 巴比倫神強調的是全新的試消模式 透過直行四顆的消除 來天降大量的屬性珠 可謂是當時最崩壞的一線隊伍 但在此時誰也沒想到 蛇魔宣布與迪士尼展開二次合作 那些熟悉的迪士尼角色回來了 此時也帶來了全新的地獄集 不過這卻是蛇魔最後一次 與迪士尼合作的復刻 並且此後的合作也都採取這種 會重新復刻的二次合作模式 而專業來到了今年魚人節 官方當然要好好把握這個娛樂召喚師的時節 在官方的網站中推出了一段 有關於最初NPC的影片 沒錯就是加奧諾茲貓頭鷹 宣布推出專屬於他的特級地獄集 其中有非常多的G8關卡 讓人家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王冠 貓頭鷹的技能是 單體以及全體的攻擊無法對敵方造成傷害 面對這麼G8的盾牌 官方想到的唯一解法 就是使出頭鷲雞大法 白華後的主動技能開下去 就會開始像敵人瘋狂的頭鷲魔法石 直接砸死加諾奧斯 我想這個官方的惡趣味 也讓當時大家印象十分深刻 魚人節結束之後 官方便在隔日推出全新的情報 全新的系統討伐戰正式登場 討伐戰不同於以往單機打關卡那種感覺 這次更是要與公會夥伴一起合作 挑戰討伐戰的BOSS 而討伐戰還加上了時間的限制 讓整場戰鬥更加的緊張刺激 並且這個模式也讓玩家 體驗到全新的關卡難度 既緊張又刺激的全新模式正式上線 接下來2015年的活動才要正式開始 蛇魔9.1改版宣布與怪物彈珠展開全新的合作 衝突時空的彈幕 登場了全新的怪物彈珠卡牌 不過這次最特別的是 它並沒有推出獨立抽卡集 而是以地獄集以及雙周副本的方式 讓大家免費獲得怪物彈珠的系列角色卡 並且這次首次合作也推出了全新的龍科模式 讓大家可以在蛇魔中體驗到怪物彈珠的彈珠玩法 與怪物彈珠展開短暫的合作之後 緊接著要來到9.25版本 宣布與仙劍奇俠傳展開合作 其中最讓人矚目的 莫過於人類版的打擊力逍遙登場 擁有單邊萬搭隊長的特性 帶領著人類再闖高峰 時間轉要來到2015年的下半年 而什麼此刻也來到9.3版本 天使的誓約 大家千呼萬喚的希臘神 終於獲得潛能解放之力 大家還記得初代的傳奇白金嗎? 希臘神就是其中一位 不過相較於其他傳奇的白金 像是北歐甚至是西游神 他們老早就獲得潛能解放之力了 希臘神要遲遲等到兩年後 才終於獲得全新的姿態 但這全新的姿態也沒讓大家失望 希臘神帶來全新的崩壞天降 讓大家重新找回玩希臘神天降的那種爽感 或許正在看影片的你也跟我一樣經歷過當時的感動 也別忘了留言讓我們知道 不過就在此時同樣身為初代白金傳說四大之一的北歐神 也在旁邊蠢蠢欲動 沒錯來到蛇魔10.0改版 北歐的異轉正式登場 帶來了全新的進化模式 異空轉生 然而北歐神就成為了異轉第一批的實驗者 角色在透過異空轉生之後 總共會獲得兩種不一樣的型態 分別為煉化以及幻化 白話一點說 煉化就比較適合當作隊長 幻化比較適合當作隊員 於是北歐在異轉過後 也讓大家看到卡片更多不一樣的型態可能性 那麼接下來的兩個月中 陸續有非常多全新的卡片加入神魔之塔世界 其中包含全新獸隊德魯伊以及北域遺族 還有具有的系列山屋風神龍使陸續也都獲得潛能解放之力 這幾個版本真的過得非常的充實 更甚至還有六瘋王露西法也推出了專屬的夢魘集關卡 天使長的遺願在官方的實戰影片中更是破例塞下了兩隻瘋王 這也預示著未來空間越來越大 召喚師可是要練好等級以跟上腳步 然而正當大家就以為2015年就這樣結束 在12月29號推出全新情報 那個男人回來了 千隻賢者加諾奧斯登場 選在2016年的元旦1月1號推出專屬於他的地獄集 忠誠的千隻二鳥 不過這次並不是愚人節玩笑 大家是真的可以把這張卡片給帶回家 但他並沒有像是先前愚人節影片中那樣崩壞OP的技能 反倒是讓大家印象更深刻的是他的夾腳脫特效 甚至在攻擊的時候直接把拖鞋丟出去給敵人 也是愚熱性十分的隊伍 就這樣子2016年就在愚人節的氣氛底下展開了 不過在新的一年還有另外一個刺激的活動 沒錯與獵王紛爭展開全新的合作 此次的合作也開放了全新的地獄集工程而來的提升 並且陸續也推出了全新的副本卡片 讓大家重溫獵王紛爭裡面的經典角色 然而這次合作非常的緊湊 也很快就過去了 因此並沒有在玩家心底留下深刻的印象 緊急著來到神魔11.0該版 推出了全新的劃破異空的神域 這次是與怪物彈珠展開的二次合作 然而在這次合作中也帶來了全新的抽卡機 神域封印 登場了怪物彈珠中超高人氣的角色 反派的德天使露西法 在神魔之塔中更是妖精跨時代強度的展現 全新的新巴比倫登場 沒錯就是透過十行消除四顆的方式 與巴比倫一樣的消珠 並且天降大量的新珠 讓新珠兼具所有屬新珠的效果 成功讓露西法成為妖精第一線強度的暴力隊伍 而在這迎新之時 西遊神也迎來了全新的異空轉身型態 而新年過後 魔族也即將迎來全新的氣象 全新的11.1版本 魔軍的降臨其中 便是推出全新的魔族系列 我想其中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莫過於大獎別希普了 他與露西法的完美搭配 可謂是當時光隊的一線傳奇 緊接著使大家最期待的愚人節 在2016年推出了塔之魔神 並且大家可以首度看到我們執行長Terry 變成一張卡片 然而另經過前幾代的愚人節 大家在此刻反而更期待 以後Terry會以怎樣的形態 登入神魔之塔 再來來到了神魔12.0版本 這次又是神魔全新的里程碑 主宰神界的眾神 救風王登場 召喚師在這時候終於可以直闖神域大殿 一窺眾神主宰的正面目 而全新的古希亞神系列 也在這個版本中推出了三消創新的玩法 讓大家在COMBO術上面為之一亮 不過大家更驚艷的是來自於光古希星爆女神 超暴力的破格傷害 在這個版本神主又再次統治神魔大陸 而時間慢慢的來到了6月 全新八瘋王的地獄級虛空的建構者登場 大家終於可以入手這個最強魔族瘋王了 他的初登場便讓大家驚艷到 他擁有全魔族最高的攻擊力 除此之外他的隊長技能 雙隊長透過消除五種屬性豬可以來到16倍的倍率 雖然看起來不算多 但是他的最大亮點來自於他的隊伍技能 擁有25秒的崩壞轉租時間 也讓大家玩過八瘋王之後 可能都不知道該怎麼轉租了 接下來來到什麼 12.1版本全新命定英雄革星英雄登場 帶來了全新的系統 變身EP制 所謂變身呢就是在變身之後 捨棄掉原本CD制的系統變成了EP制 然而CD跟EP最大差別在於冷卻的方式不一樣 CD是依照回合數來決定你的冷卻時間 不過反觀EP你必須消除指定的屬性豬 來冷卻你的技能 雖然說EP制冷卻的方式比較麻煩 但EP強大之處在於它可以連續開啟同個技能 只要你的EP數夠 你都可以 一直瘋狂開啟能完全沒有問題 時間來到2016年的7月 此時神魔的卡片發生重大的變化 沒錯史上第一個十抽黑金卡登場了 這張卡片掉著重大的意義 它是慶祝我們神魔代言人陳妍希結婚了 而推出了全新的系列《誓約之花》 水閻熙火閻熙正式成為首張十抽黑金卡 然而這強大卡片的背後 卻是一段心酸的故事 召喚師為了得到這麼稀有的卡片 必須透過十抽來獲得 然而在當時並沒有保底的機制 於是如果說你得到這張卡片單純只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要嘛你運氣太好 第二個要不是就是花了大把的鈔票去抽它 於是閻熙黑金的登場 也讓黑金跟尊爵不凡畫上等號 接下來神魔也歷經過了非常多的變革 其中與大風的合作更是推出了全新風格的抽卡機 沒錯你可以直接抽抽卡 看到你得到什麼樣子的大獎 這也是神魔史上第一個大獎迷失的系列 時間來到神魔十二點四版本 全新的系列多天登場 他們是首張 神魔原創中可以在獨立卡池中抽到的系列 這對於玩家來講是非常佛心的改動 因為以往我們要從新的卡片 都必須要到大卡池裡面去牢 很有可能新卡片也抽不到 反而抽到了一堆以往的卡片 於是自此改動之後 新的卡片都有了獨立卡夾 這邊有一個冷知識 官方要知道這個版本才確定了大獎機制 也就直接跟你講說三大獎是誰 在多天的系列分別為 切西亞亞波汗以及沙彈 但是這個版本中並沒有跟你講說誰是一趴大獎 因為這個版本中並沒有公佈抽卡的機率 那麼2016年就在全新13.0版本 亂世蒸熊中畫下句點 不過在這時候誰也都沒想到 2017年即將掀起更大的改革 時間來到了2017年年初 神魔也來到了13.1版本大獎系列 不過更值得關注的是 其後登場的全新黑金系列天竹 天竹系列可謂是神魔之塔中最快智人口的一段生況 其中包含唐山杖以及鐵扇都是當時超高人氣的選項之一 而且還是過年限定的七星角色 想當然了他的強度也是尊絕不凡 唐山杖作為隊長 彷彿是讓大家看到了一隊來自未來的隊伍 傷害天花瓣輕鬆達成 並且憑藉著完美的共鳴體系 讓回復力攻擊力都到達最大的巔峰 然而鐵扇則是木隊強而有力的隊員 獨特的持續追打也讓大家看到 木隊更崩壞的一面 不過作為2017年的開端 神魔的倍率在此刻似乎有點崩壞 而2017年也陸續推出了許多原創系列 比如說包含圓桌武士中的平坎王亞瑟 以及無者獵魂中全新人類隊長知田信長 這些的改動無非是讓大家在玩山藏之餘有更多的隊伍選項 而合作的腳步也未曾停歇 也與Crash Fever 展開第一次的合作 並且與十三點式版本中推出 與霹靂布袋戲合作的一趴大獎數還真 然而我想其中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布袋戲的夢魘集 傳奇中的人物氣天地 氣天地的出現無疑是改寫關卡難度的定義 被譽為早期最難關卡支撐 我想就連神魔高手誇號就是我 打這個關卡也要對他敬畏三分 並且其中最大的特色來自於當你挑戰失敗的時候 他還有一句經典的台詞 人類你已經盡力了 於是在挑戰這個關卡 無論是生理上以及心理上都獲得極大的衝擊 緊接著來到什麼14.0改版又是一波全新的變革 登場虛擬世界以及極限突破 所謂虛擬世界 就讓大家可以更深刻的體驗到劇情模式 並且可以入手更多的老婆 而極限突破率先登場於黃道十二宮 其中讓大家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雙子的極限突破 原本雙子屬於非常沒落的階段 因為他單純只有轉型 在現階段來講是完全不夠的 不過在極限突破之後 他被賦予了常駐自身六倍界王權的部分 而且這個常駐界王並不會被附加效果消除掉 於是雙子在此時成功要身暗隊一線隊員選擇 時間過得很快 專業來到2017年的暑假 拳皇宣布與開合作 然而這次合作 除了讓他找回當時階級對打的熱血之外 拳皇也成功改寫人類強度的高度 本身沿襲至巴比倫的消珠方式 爽快的直行天降 不過跟巴比倫更不一樣的是 他不走純屬路線而是走雜屬路線 所以Combo數上面也更加的變態 並且在倍率方面也是人類同期最高 於是一個崩壞的隊伍就這樣誕生了 然而在此時 神魔之塔對於合作也逐漸走下了一次合作 並沒有再次復刻的跡象 緊接著來到神魔14.2版本 全新九瘋王的地獄級卡厄斯登場 九瘋王作為眾神的主宰 自然要帶領著以往的瘋王 一起創造新的高度 於是在隊伍技能的設計方面 只要任何的瘋王入他的隊伍 都可以改變他的主動技能 變成更厲害的版本 並且在隊長技能設計方面 也讓各族的優勢得以放大 在當期九瘋王甚至是躍身成為平民一線隊長的選擇 不過只能說新手玩家是看得到吃不到 因為瘋王的屁股都很大 所以雖然九瘋王是非常平民的隊長選項 但他的空間組合讓你必須要高等級 才能享受這樣平民的待遇 接下來來到神魔14.3版本 一個全新崩壞強度系列出現了 宇宙序章 登場了全新的三大甲 阿薩托斯、道羅斯以及眼球 他們雖然不是黑金卡貝 但卻有著超過黑金實力的強度 其中巴龍正是代表龍隊崩壞的傷害 他的強度甚至可以跟三丈去做比拟 並且眼球作為隊員崩壞的二消技能 我想傷害有多扯就不用多做贅述了 那麼2017年就在這倍率崩壞之際中度過了 緊接著2018年神魔即將帶來更多創新的城市 時間來到2018年的1月神魔15.0版本 三國二系列登場 我想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莫過於反殺截以及全新四消的來臨 不過在新的版本中卻看不到倍率的更加崩壞 而是更多創新的玩法 然而神魔也在種族上面做出變革 而全新機械族登場於神魔之塔 不過就在機械族誕生之際 神魔另外一個古老的系列 希臘神也獲得了異空轉身的機會 在一轉過後的希臘除了天降更加的暴力之外 也擁有雙形態 不過這也是希臘神睽違兩年再次獲得強化的機會 這份強化對希臘神來講得之不易 但我想在2018年最常被大家提到的便是 那多到滿出來的合作 首先是於15.2版本中 宣布與Crash River展開二次合作 推出全新獨立卡池中的一趴大獎圖靈 他正是全新的種族 機械族 圖靈也成功成為了機械族合作的爛傷 那麼緊接著來到神魔15.3以及15.4版本 陸續推出副簡老師的經典作品 《獵人》以及《悠遊白書》 其中獵人主打的便是 《笑劫》以及《奇亞》的《劫牙隊》 除了每回合可以固定幫你轉出 《木珠》以及《暗珠》讓你攻擊珠子不缺之外 完善的隊伍技能 包括變身之後多段的技能施展 以及浪架印象最深刻的念能力《印》 也展示了絕對不壞的金剛之聲 緊接著登場的《悠遊白書》中的一趴大獎 《幽珠》更是讓大家體驗到倍率崩壞 除了有超高的血量加成之外 《幽珠》在變身後 魔族的巨大靈丸也讓大家更是可以打出非凡的爆發能力 這些合作角色陸續的出現 也讓三藏最強黑金的地位有所動搖 緊接著合作結束之際 什麼來到16.0該版推出了全新的主線 第十封印 第十封印有別於以往的往上盤登 這次更是直接把故事主軸延伸到了地底之下 並且你要見到十封王之前 必須突破重重的看守者考驗 在突破十封王之後 接著要等到2018年的年底 此時官方宣布了一項全新合作的內容 在2019年即將與魔導少年展開合作 時間過得很快 終於來到神魔七週年了 我想在2019年 如果說你要形容神魔之塔的話 我想可以簡言成三個字 秦始皇 沒錯 在2019年的強度代表就是秦始皇 有點像是當年三藏剛推出的那樣子 2019年就由秦始皇來統治世界 甚至是後來推出甚至都是秦始 以及奧特曼甚至是初音系列 我想他們推出也都試著要追上秦皇 但真正追過秦皇的我想是2020年即將要推出的全新黑金項羽 哇有沒有發現我們一路回顧到現在 時間過得真的非常快 我們一路帶大家從神魔的元年到現在2020年 一路上面神魔之塔真的有太多太多我們共同的回憶了 那麼專屬於你的神魔時光機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也都歡迎在底下跟我們分享專屬於你的神魔回憶 那麼時光機恐怕在這邊稍作休息 跟大家短暫的告別 不過別擔心只要神魔之塔繼續走下去 時光機就永不停止 那麼很期待未來神魔之塔走到了10年20年 等到那個時候或許我們神魔時光機會再次的重返 帶著大家再來回顧神魔7週年之後的時光 那麼在影片的最後要非常謝謝每一位陪伴時光機長大的你們 沒有你們就沒有神魔時光機 如果說你想要回顧我們以往一起走過的時光歲月的話 可以點畫面中的這裡看時光機的系列作品 也可以點畫面中的這裡看我們上一集的時光機的作品 那麼期許未來神魔之塔能夠再陪我們走過更多10年20年的時光機直到永遠 那麼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祝大家神魔之塔的旅途中還玩得愉快 那我們下期的神魔時光機希望有緣還會再相見 大家晚安掰掰 掰掰 ag live 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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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